作为父母都想教育出来一个自优的优秀的孩子 可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年龄段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那么其实陈老师真的是阅人无数 尤其是孩子的问题 那么陈老师其实在昨天刚刚有一个故事 他讲了一个非常有趣他个人的经历 这个故事怎么引起了您的这个联想呢 是因为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在申请来美国读书 现在来申请到美国读书两岸三地都非常的多 尤其大陆对 对然后我们看了那个他的那个交出来的材料 我可以闻出来那里面的味道叫做标准答案 对那美国的社会他并不强调说 人都得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东西 这是美国的大忌 他一直在挖掘一个生命你自己的特点 对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立国的基本精神 他是有一种信仰的 这种信仰告诉美国的人说 这整个大环境他有特殊的 这种有益的 有序的 然后是互相协助的这样的一种机制 去造成了我们人类所生活的这个空间 各种物种之间 他们有相生相克的道理等等的 所以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当你的这个精神能量是单一的 单调的 然后唯一的答案的时候 那就惨了 就像我们在开发土地的时候 在建设的时候 如果只有一种标准 就是只有一种level的东西 你只能往这条路去走 那肯定要塞车了 OK 然后如果发生大灾难 大水或者是大风大浪 这个东西来的时候 那个损失就非常惨重 所以自然界当中要多样性 那么作为一个人来讲 你也要自己独特的特性 而不是大家全都一样 对 没错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定点 在这个社会体系里面 他怎么在这样的 完全多样化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 去跟别人合作 去跟别人有连结 如果每一个人都一样 他就不需要跟别人连结 他就一条线了 那一条线就成不了一个面 没有面你就成不了立体 所以他的基础就会比较薄弱 所以昨天你去面试 或者是请求帮助的这个孩子 他要来美国 你说你闻到了一个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你没有感觉到 这个生命的特点 对 我没有感觉到 是从他内心出来的那种特点 因为所有的答案 你都觉得是yes 都是对的 他好像交代了一些东西 给他不够深入 他没有从他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这种过程里面 很重要就是我们强调那个过程 因为大楼不是一天就该好的 他必须有一个一个一个的步骤 孩子今天到了十几二十岁 他也不是一出生就这个年纪的 他也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长大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他表面上 到了十几二十岁提出来的这个答案的时候 你一下就看出来了 他其实没有一个步骤累积出来的东西 在最近一直收看您的这个节目的观众 他就讲到说我们长到四五十岁了 怎么突然发现我们那么多的问题 是我们过去没有人告诉给我们这些 整个一个缺失的过程 和家长就自己的心智的建设 情感的这种培养观察事物与人之间的交往 完全是靠着自己摸爬滚打的和我们的那一辈的家长 给的一些简单的为人处事的原则 所以后来等到美国社会的时候 很多的人真的是觉得比较辛苦 怎么跟上级和同事之间建立这种关系 蛮辛苦的 所以您讲到的这个小孩子 就在很小的时候要去建立这个东西 那么华人好像通常非常非常的缺乏的这一部分 那么这些很多的家长也意识不到这个重要性有多大 你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美国人到底有多重视这个东西 这么说吧 我想这是一个把真实的例子讲出来 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 其实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呢我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我当时读的两个学位 一个就是人类的发展 就说孩子很小很小在妈妈肚子里头 他到底怎么长大的 他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到这个人出生18岁以前 所有的发展学 到如果你还有兴趣去挑一些课的话 18岁以后还有的你学的 就是人的一生的这个cycle 另外一个就是 当我们知道他的cycle这样走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很具体的去帮助他们 那个就是教育了 所以我当时就同时修了这两个东西 然后有一天我就接到学校的一封信 然后我打开以后 他就说 你得到我们学校一个非常优秀的奖项 然后你要准备来学校领奖 然后我一看 因为领奖对我来说 从小就是一件不奇怪的事情 太优秀了 然后我一看 发信日期是4月1号 然后我就觉得 那是一个 4月1号愚人节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美国的老师他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会很幽默的 他其实也很幽默的 然后我一看 我就把它放在旁边 我没扔 我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了 我也就去做别的事情了 当时我父亲呢 刚好工作完毕 他就回家吃饭 吃饭呢 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个 装那个 他不要的那个食物的一些渣渣 然后他就随手 就在那个桌子上 就找了一张纸 然后他拿那张纸的时候 发现那不是广告 就不是一般的广告 上面还有名字 他就说 这封信是我女儿的嘛 然后他略略一看 他说这个好像叫你去领奖 对 然后我就跟我父亲说 你别看了 那个是开玩笑的信 你去看看那个发信的日期 对 然后我父亲就 再仔细一看 他就说 可是我有四个孩子 我从来还没有一个孩子 在美国的大学里面 是去领奖的 UCIA还是美国著名的大学 因为其实像我的哥哥 其实他也很优秀 但是他毕竟没有在美国读过书 他在台湾读的那个 就已经够他一辈子 这个很风光了 那我两个弟弟 那个时候还没有到 这么大的年纪 所以他说的也没错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 好吧 我为了他 为了父亲 对我想说好吧 去拿一个美国的奖项 没有 我心里在想说 好吧 为了您呢 我就去给人家当笑话一次 也不要紧 OK 你真的是认为 这个愚人节的 玩笑 对我真的觉得 那是一个玩笑 好 然后我就开着车 就到学校去了 我一踏进我们 那个系办公室 哎呀我那系主任就 当天领奖的那一天 没有不是 之前因为他要 我们先去报到 然后他就劈头就说 我们找你找好久 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因为很紧急 都快要隔几天 就要领奖 对 我说 找我做什么呢 他说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都不在乎呢 我说什么事情 他说这么大的奖 你怎么都不在乎呢 我说谁叫你们 要用四月一号来发信呢 然后大家就笑成一团 我终于知道那是真的了 然后那一天呢 我就到学校去了 我父亲也非常的盛壮 他也非常的 就是很隆重 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 老教育家 也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在美国得到认可 对对对 这种心愿不仅是一个父亲 而且我觉得更特殊的事情 对我父亲来说 更特殊的事情是 我们没有去申请任何的奖 我们没有任何的想法说 我要在这个学校得到什么奖 我们只想的是 我在这个学校能够学到真正 真正是我这一辈子想学的东西 而且是真正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东西 我想的只有这两个东西 我没有想下去 我要去领什么奖这样 所以我父亲那一天 非常非常隆重的 就坐在那个贵宾席上面 然后我到学校一看 其实领奖的也挺多的 我也没觉得什么特别了不起 最了不起的就是 当你进入那个演讲厅的时候 所有学校所有的老师 都穿了他的博士服 然后把你捧为上宾了这样子 对待你的那个 从内心 真的你可以看到那些老师们 有教过你的没教过你的 他就是从那个内心里面 去祝福你 原来你可以这么优秀 不是因为我把你教得这么优秀 你知道那个人的特质 跟他表现出来那个 我一笑那个是非常非常清楚 我这种分辨能力是非常强的 不是在走流程 对 不是 不是一个工作 对 他是真心为这些学生高兴 对 然后我就觉得 他的那个高兴来自于你成熟了 来自于你真正懂得你自己 来自于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上 找到你的立足点 而且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 我觉得那是非常了不起的 一种美国精神 当时我感受到的是这个 不管哪一个生命 能够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能够知道我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环境有价值 这个生命本人是一定是快乐的 对 而且当时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真的跟我所学的东西 那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印证了 因为我所学的儿童发展学里面 他在每一个阶段让我们去看到孩子 他本来就拥有这种特质 只是我们大人因为不懂 或者是犯的无意的错 我往往把孩子这种美好的特质 一下子给打翻了 你还限制了他 当他要去表达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还嘲笑他 对 所以那一幕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那这样走过了那么长 那么多的老师 对你的这种鼓励之后 大家都坐下来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 就主持人就开始报幕了 点名 颁奖 对对对 我等了半天 大家都领完了 没有你 没有我的名字 对 我当时就在想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怎么会这样呢 还是有可能是愚言节 我觉得 哈哈哈哈 老师已经说了这是个大奖 但是你还几个人来 因为没有叫到我的名字 大家都被叫走了 然后我就看 我就抬头看了一下我父亲 他因为他坐在比较高的位置 哎呀 我觉得他也挺 也不知道咋办 就这样 因为旁边的人都在拍手 为自己的孩子拍手 他也拍手了 可是就没拍到自己女儿的名字嘛 最后结束了 结束还是没有叫到我的名字 哎呀 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觉得 我真认了 我那时候真认了 我觉得如果个人的一点小小的牺牲 可以带来别人的欢乐我也认了 结果就在那一刹那 就是院长他就上台了 就开始称呼名字了 所有被叫到的没有几个学生 真的没有几个学生 数起来大概不到十个左右 全挪到更高级的这个厅里头去 哦 对 他那个时候要个别颁奖 而且要个别介绍 哦 原来我是在那个行业里面 哦 对 我其实也很好奇 我到底哪一点被赏识了 我也不是那么非常清楚 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然我知道我的成绩还不错 我的表现 然后我平常的人品 其实也都还行 但是有那么突出吗 我就觉得你看那么多的学生 到最后塞塞塞就剩这么几个 那手指头数得出来的 而且还要个别的单独的介绍 这样 好吧 那我们就到了那个更好的厅区了 最后我们的院长说的是 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亚洲的学生 这么明白 这么清楚 他生命里头要的东西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他在从 当时你做了什么 当我做了什么 我很清楚告诉他 为什么要来学这个东西 我很清楚告诉他 我的过程 我成长的过程 我很清楚告诉他 我最远的目标 这样 然后我很清楚告诉他 你们开的课程里头 我怎么去研究了 然后我需要的是什么 陈老师当年也是高材生 来自台湾的 那么在美国获奖的时候 教授特意的强调说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来自亚洲的学生 这么的清楚 自己呢 需要学什么 那么到底陈老师给这个教授留下来什么深刻印象呢 陈老师 因为其实是我自己从小 我很清楚 我有几种特质 其中一种特质就是我喜欢观察人 尤其是孩子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们出生的这种年代吧 我呢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得带下面的弟弟 然后我们在家族里面 我们是一个大家族 我父亲又是最小 所以他的孩子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人 一出生 事实上就有很多跟我们年纪相当差不多的 但是是我们的晚辈 因为我们有那个社会的结构 也就是说因为你是长辈嘛 但是你呢 辈分大 辈分大 年龄哪怕小于对方 他也要尊重这个小长辈 是的 所以我常常就在那样的孩子堆里面 常常就是一个头 那因为你是一个头 你就要有协调的能力 你就要有观察的能力 你就要有尊重的能力 你不是用你的权威去压别人 你还要赏罚分明 是 是让这些人服你的 就是那种东西你自己都不开心 你拿的是权利 拿的是棍子 其实你一开始你就不开心了 我也不想走上那样一条路 所以我就从很小 我就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 可能上天给我的福分吧 一个就是 我很喜欢八根就底的去问为什么 我问不了别人 我能问我自己 我找不到答案 我就去观察 观察这个天地之间的变化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人的变化 所以我得去照顾那么多的小孩 包括我上了学以后 我上了小学以后 我的同学他们受伤了 他不去找校夫 他找的是我 哇哦 就是你那个 你大概已经练就五六年的功夫 小大人呢 对 就是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就很清楚 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教育 就是去理解别人的发展的历程 在这个发展的历程里面 你怎么样提供他们 能够开花开资开业 结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太美妙了 所以我踏进那个学校 一开始我就直接去找头 直接去找那个最权威的那个人 对 没错 这个美国教授 是 问他什么了呢 对 我就直接告诉他 我研究了你们开的课 我是有备而来的 我不是随便乱那个的 就是我研究了一下你们开的课 我也研究你们这个科系的 这个开课的一些 就是一些这个目的 为什么开这些课 觉得这些课 将来这个学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错 能够帮助什么样的人 你带着这些问题 就一个一个的去问教授 对 然后教授就一个一个回答我 他就给我很多资料 他就觉得这个学生太棒了 因为他不需要花任何的时间 去打开这个学生的心结 因为他搞不清楚 你在想什么的时候 教授他如果真想教你 他得花时间去跟你交朋友 然后去了解你的长大的过程 你到底有什么心理的障碍 你怎么样这么千里迢迢 在美国做什么 你学到这玩这些东西 你要做什么 很多人是不明白的 很多人他只是为了拿学位 或者只是为了逃避某一些东西 那这不是美国的大学 他最欣赏的学生 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么清楚的东西 就让他明白了 原来这个亚洲人还有这种的 对他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所以他不但给我一个大奖 他还最后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什么机会呢 他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个宴会很隆重的东西 他特别把我派出去 代表他去参加一个这么高级的一个 很隆重的一个宴会 讨论很重要的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 对因为他觉得我在学识上 我在我的心智上 我在我的人生的目标上 都足以代表我们这个院系的学生 是 我觉得那个比 比给我多少钱的奖学金 我觉得还要 而且他觉得你能代表他 他让你替他来出席 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 对 那陈老师 我想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说了这么多 就说你讲到了你最近interview 去面试的这个孩子要来美国留学 你就发现他没有自己一个 他是不会跑到美国来 像你一样一个科一个科去找的 那么到底他缺了什么呢 我觉得是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头 他没有非常意识清楚的 他在这个阶段 他发育到哪里 OK 在这个阶段 他可以对人有什么样的贡献 我觉得那个是环境上给他压抑的 为什么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孩子其实发育到七八个月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课堂里面 我们说了孩子在六个月的时候 他会拿什么东西 拿东西 饼干自己往嘴里送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说了什么 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做什么 要大声的惊叹 你太了不起了 有这么大的变化 你真是棒 然后呢 然后还要让他学着 把这个饼干给谁 周围的人 对 分享 是 那个分享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发育的特质 到了七八个月 那更明显了 这个时候 他不是只有分享 他的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 因为我常常说 基本上家长一定要帮孩子准备两本 至少两本的储蓄布 一本呢 就是他的肉体 眼睛看得见的这些东西 这个不用 大家都会照顾他生病了 比孩子还要长期 然后他的分数 他的课业的成就 看得见的 另外一本就是 你的眼睛看不见的 你哪怕我们古代的 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 意经都讲这样 这个真正会打仗的将军 他不只是能死得动 这些眼睛看得见的冰 他还能死得动 眼睛看不见的风雨 这种时刻转的这种能量 这种东西 所以一个好的父母也是这样 你必须帮孩子准备好 这两本步子 储蓄布 另外一本就是他的心理精神状态 心理精神状态 陈老师 我还要跟父母喊声冤 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 就没有这个 尤其我们从大陆来的 从小到大 都是被安排好的 学校也用不着你问为什么 今天从大陆来的孩子们 不跑到学校问老师的功课 我觉得很正常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安排好的课程 没有我们的选的 你就学就好了 到大学也没得选的 那个一年级学什么 二年级学什么 只有到美国 你还得自己选课 弄得大家手忙脚乱的 没有经过这些训练 我们都已经习惯等着了 那我就要告诉你 美国大学有一个教授 他曾经写了一封信 给一个亚洲的学生 他说我观察你很久了 然后我可能根据这样的现象 我做了两个结论 所以我特别要写这封信 关心你一下 OK 我当然也很希望你来告诉我 真正你内心想的是什么 那封信写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觉得你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了 怎么了 你看好不容易申请进去了 开学才不到一个月 这个教授就说 我觉得你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了 他说因为你从来不犯错 你从来不发言 你也从来不发问 OK 我想你可能害怕你犯错 那所以我的结论是 你可能什么都学会了 我教得太浅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教你了 天哪 第二个呢 就是你永远怕犯错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学到真正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学习态度 也不是我们这个学校需要的 OK 他的成绩好吗 他入学的成绩当然非常好 才可能进了这样的名校 可是他在这个课堂里头 他做的是闭上关的时候 就会让教授觉得 你可能在这个心理状态上面 是出了问题了 美国人是这样解读这种状态的 可是陈老师您作为教育学家 应该是很清楚 那我从大陆来的 我也很清楚这种心理状态 越是好学生到这边来 做到那个课堂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愿意犯错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不犯错 这样教育出来的 因为一旦犯错的话 同学学校老师这种压力是不得了的 作为一个优秀的学生就是不要犯错 然后你还要不断的去拿到家长 学校老师都认同的成绩好啊 各种才艺的大奖啊 总而言之不要犯错 犯错就要被说嘛 然后如果犯的错就尽量去掩盖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很难很难真正的进步 你也很难真正找到你自己内心当中 那种天赋给你的那种不需要别人的威胁利用 你会很热忱很想去学习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在孩子越小的时候越明显 越小越明显 OK 到了他我们刚刚说七八个月的时候 那明显的不得了了 就是他会有这种热忱 他会把他的不只是饼干 他的玩具 玩具代表的就是他的心理精神层面的东西 他都能拿着跟你分享 他要觉得你很对他很好 他会分给你就知道他已经认可你了 他接受你了 对 是啊 是 然后他有一种特质叫做分享 这个特质本身是一个文明社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特质 当人能够内心敞开内心的东西 他能跟你分享的时候 很多法律啊 很多这种处罚的东西 其实也就不攻而破了 他不需要那么痛苦 把人给往前推 OK 所以这个特质呢 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开始有了 哪怕不管他几岁 你都得要好好的去鼓励他 我也见过很多的大人 反其道而行 就是当孩子拿了一个玩具要给你的时候 你是接了 可是呢 那个时候你就做错了一件事情 你为了逗他 你把他藏起来 这种行为在男性的这种家人身上 经常会体现出来 就把他藏起来 逗了 我不给你了 我拿走了 嘴巴还会这么说 那怎么 我吃了啊 就这样子 你知道 然后小孩看一看一愣 就有的 有的孩子就哇哇就开始哭唱了 有的孩子 他的个性比较强一点的孩子 他是不哭的 但是他记住了 因为在七八个月的孩子 他已经可以用他的动作 去配合大人的两三个语言 他可以动作跟语言之间 开始产生连接关系了 所以这个时候修口是很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就像您说的 如果把他拿起来了 你又把他藏起来了 嘴巴还说了这些很多负面的语言的时候 去逗他 去逗他 去逗这小孩着急了 然后再给他 所以这个时候你教育了孩子一个很负向的行为 就是我非得用强烈反分享特质的行为跟情绪 我才能够把我自己的东西带回来 哦 对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 对 所以刚才你讲到呢 父母啊 在给孩子成为一个好的父母的话 一个呢 预备一本账簿啊 一个储须的账本 是 这个呢 是记录着我们看得到的 而这部分呢 因为看得到 所以呢 也就比较不容易被忽略 现在就是非常注重这一部分 对 学术啊 身体健康啊 一桌打扮啊 你的言谈举止啊 但是另外一部分 他的情绪上的辅导 心智上的辅导 这个恐怕就想不到了 刚才你讲到这种逗孩子 七八个月逗孩子可能非常常见 是 可是大家意识不到 说那么大小孩哭一哭就好了嘛 他就过去了嘛 所以您觉得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 破坏了孩子那种很平和的 很有善的那种情绪的发展 对 他基本上就是借贷了 你就是在这一本心理精神的这个储蓄本上 你帮你的孩子负债了 OK 这个负债会造成他日后人际关系的缺失 会造成他信任别人的这种焦虑的感觉增加 OK 然后也会 如果那个压力 负面压力过大的时候 会变成他身体健康上面的障碍 如果这个看不见的 这个孩子心智上的这种储蓄本呢 如果一点一滴的这种 刚才所说到的行为多了的话 我们已经给孩子埋下了将来他不快乐的种子 您意识到了吗